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再度來到永和的香港 新發燒鴨點心飯店 其實這間介紹過很多次 重點是因為我從台東回來好累 所以今天就吃近一點 菜市場裡就到處都是人 他們便當就是非常便宜的價格 很平時 賺到了 好像剛烤出來 看起來都蠻美味的 老闆娘好久不見了 最近好嗎 還好 可見這個M粉都沒有來光明 有啦 所以 來吃的也很多 有啦 按這個服務客 固定的都有 粉絲也有 男的多還是女的多 都老的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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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 便當加多少 都是你的粉絲 壓腿加燒肉 一個便當都加100多塊 今天我就是要 壓腿加燒肉 對對對 從台東回來很累啊 要吃好一點 要吃好一點 那你每天都吃得很好啊 對對對 鐵路便當 鐵路便當 鐵路便當才一百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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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啊 大家想了解就吃了 就比你們便當還要少 不是那個 還是有他的特色 哈哈哈哈 周 Speck Jerry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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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enqu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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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 好,那各位M粉就聽到了,趕快殺過來買啦 因為這個便宜又大隻啦 趕快殺過來吃 像我台東回來的話,就是一定要先想到這一家啦 要捏 睡很少啊 都睡很少啊 沒辦法,這就是命運 還沒什麼興趣的喔 算是,算是啦 不要拆大塊 不錯啊,取出一點油一下很好啊 對對對 燒錢燒光光,好謝謝 好,那老闆娘親切,然後這個CP值又高 那就開箱這一家了 好,那看來看去還是只能找這個永和業績肉丸來吃這個便當 因為已經開始下大雨了 那今天就吃不一樣的,這個粥我沒有吃過 好,我要一個小的粥這邊吃 來,謝謝 要 好,那就開箱這個便當了 雖然已經重複開過了 但是這個CP值真的很高 肥 肥肥肥肥肥的 好,從台東回來真的是蠻累的喔 好,那個火車時間就一次就四小時 而且有一半的時間都坐不到位置 所以真的是蠻累的啊 好,昨天我拖著疲憊的身體,然後再去傳影片 傳到大概快凌晨12點,然後才把影片全部傳完 好,這個是他們的燒肉 好,事實上各位朋友已經吃過了 所以這個,吃到說它是很美味的 嗯嗯嗯 超讚的 而且老闆娘他也是我的粉絲 就也很感謝他對我影片的支持 嗯 高品質的店家 就是沒有用餐區 嗯 喔,燒肉加上鴨腿,真的是邪惡的雙組合 超讚的啊 肥肢肥肥肥肥肥啊 嗯嗯嗯 而且重點是又不貴啊 你看這皮,油亮亮油亮亮啊 好吃,油脂的地方也很香 嗯嗯嗯 又香又好吃,超讚的 嗯 他們這個鴨頭我真的蠻喜歡吃的 好,宜蘭的鴨,讚 嗯嗯嗯 喔,皮的地方很香 然後瘦肉的地方 就是很有這個 鴨肉的甘甜 嗯嗯嗯 連骨頭咬起來都很香 讚 喔,這塊皮啊 讚 嗯嗯嗯嗯 超過癮 有這種多種,多種香料的味道 然後但是又說不出什麼香料 嗯 嗯嗯 超讚的啊 朋友啊,不要猶豫啦 這一家真的CP值很高 而且又好吃 就缺點就只是因為菜市場 不然 照理講,它應該可以更貴 嗯 嗯 好,而且很狂,一早就可以吃這個燒辣便當 讚 油汙亮亮,油亮亮 XD ут 兵右啊!這塊油真的是很讚 超好吃 這個就是菜市場的美味 很美味 配菜也很用心 就這種豆干我是不愛吃的 好像蔬菜是很美味的 那種皮燒燒的蠻脆的 嗯 好吃 嗯嗯嗯 應該是分數我平過所以就不平 總之很美味喔 一定要嘗嘗看然後又不貴 好那本日Round 2 沒有吃過的健康排骨粥 糙米 糙米 好吃糙米對健康是真的蠻不錯的 嗯 很平實的味道 嗯嗯嗯 好這也很好吃 它排骨就煮到軟爛軟爛的這樣 很美味 很美味 好這個就是像媽媽煮的料理一樣很平實 讚 嗯 嗯嗯嗯ん 然後超滿了這個糙米還有這個排骨香氣 嗯 嗯 喔超好吃 啊這個分數我給90分 分 平時有美味啦 他說,是大菜也不是大菜 但是吃起來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加上剛剛那個燒辣,這樣吃起來又健康又過癮 很推薦 真的很健康 通常這裡面應該會有一個排骨骨頭 算了,不見了 這樣吃50塊 這個就推薦給不太愛吃肉的朋友 然後這個裡面就是有糙米的香氣 還有排骨湯的甘甜 但是你看不太到肉,因為都已經碎掉了 很健康的一瓶 讚 好,那這邊牆上就有這個 關於這邊四神湯藥材的食肖 好啊,吃 吃的 吃的 它的成分的料理 算是 內容物吃的對身體好不好 山藥 莲子 芊絲 茯苓 茯苓 這些 差點口氣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總之這個煮的好吃也是很讚啦 但是要花功夫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那就請各位包涵一下 因為這個從台東回來好累 這樣又下大雨 那就順便帶各位逛一下菜市場 我大概走一半吧 這個就是我剛吃的健康粥 不過個人要說感覺永和的蔬果好像有比較貴 好,因為這個帥哥沒有穿衣服,所以我剛回避一下 好,其實剛剛這個帥哥 這個帥哥的丸子我剛吃過 還蠻好吃的 肉卷三個口味三條一百 OK,辛苦了啊 來,現在的秋刀一條二十塊 今天呢,秋刀一條二十塊 還蠻便宜的啊 可以參考一下 苦茶素宅 冬家炸雞 禮拜一公休 所以就這個是... 一些手工菜 我覺得這邊的蔬果真的有比較貴一點 怎麼那麼多人不算上衣 上腦筋 下雨天的菜市場 哇塞 這麼多大蒜啊 上次有老闆人公講說現在大蒜超貴的 大蒜超貴的 老闆人公正 對... 小雖小,但是一樣什麼都有 小雖小,但是一樣什麼都有 夏朝大 夏朝大 竹筍 這個時候也是慘忌的 好了 如果說有曾經住過永和的朋友這段 應該是會很懷念 或者你是曾經有在台灣住過的朋友 哇哇哇 音樂也好大聲喔 他在... 豬肉攤 旁邊就有賣花的 好有意境 好這個我之前曾經拍過的阿虹論餅 那這邊有寫米其林推薦 全台網路票選冠軍 好有可能在什麼菜市場都可能冒出來 好OK 因為已經吃得很飽了 再論餅再吃下去我應該就不行了 好 因為本人的食量逐年逐年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好 感覺再過去就好像沒有什麼東西了 麥夫拉 好那就停到這邊好了好不好 好 讓各位大概大致上了解一下菜市場 海鮮嗎 OK 看一下謝謝 謝謝 雷夢吃 好那這一攤就是M嫂從小吃到大的 從小吃到大的炸雞攤 這一瓶多少 那70塊 70塊喔 有加糖嗎 沒有純的 你回去要加水阿 加水 直接喝很酸阿 很酸喔 很濃阿 那還算了 我有加好的 我加好的 好那都是冰阿 說35塊 對 燙啦 熟又大碗 還可以啦 好謝謝 如果認為太甜再加一點水 好OK 老闆沒有騙人的 整個都是冰阿 好那現在喝喝看喔 過甜嗎 要不要再酸一點 我想再酸一點 有辦法調喔 當然可以阿 好 要怎麼調阿 好戀愛失敗的感覺 好 有的人喜歡很酸 有的人 你要再搖一搖 我是喜歡很酸阿 因為阿 就吃過很多苦 所以又喜歡又苦又酸 哈哈哈哈 吃過苦的 嘿嘿嘿 好沒有想到還這麼好 還可以搭 搭這個味道 現在再喝一吃看看 嗯 好這我愛的味道了 酸 好 純檸檬汁阿 蓋子在後面你要記得 好 因為這個可以調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讚 好那就一百分阿 這個 菜市場 檸檬條 飲料調吧 雞尾酒吧好了 講到都結巴了 好總之就是來喝喝看阿 便宜又大碗 好不錯 好那重新再出發阿 酸溜溜酸溜溜的 就把某一些酸溜溜的人喝下去 喔不是 檸檬汁檸檬瓜 謝謝 喔 炸好粗喔 喔 有夠粗啦 我已經吃不下了 謝謝 酸溜溜的味道 然後才35塊 算滿便宜的 可是沒有什麼華麗的包裝 阿就跟我的影片一樣阿 沒有什麼華麗的包裝阿 但是就是很好看阿 對不對阿朋友阿 哇勒 音樂又很大聲 我已經跳過了 菜市場沒事放什麼音樂阿 你以為是搖滾序嗎 哈哈哈哈 秋葵喔好漂亮 這個是牛奶水果玉米 好講過了 哇勒又有音樂 這個我想拍一下 這個醉雞看起來好像蠻好吃的 下次買買看 感覺都說不錯啦 哇 看起來也不錯 殺魚煙 這個鐵鍋丸子之前有拍過在新衣區的時候 剛從鹿野回來 結果鹿野雞肉 鹿野來的 這家 這家常常看到耶 明星鵝肉 喔那個酸溜溜滋味真的是很讚阿 酸溜溜的酸溜溜的阿 5 C 好,就差不多了,差不多走到前面了 哇,音樂又好大聲 這個是水果攤 哦,龍眼 看起來不錯,照一下 就是有龍眼還有荔枝 眼睛也吃荔枝 那個 明天拜拜 明天拜拜 OK,朋友啊,已經走半圈了 老闆娘怎麼走到外面來了 我又來了 是來看我的對不對 不是看我 啊,你怎麼要跑了 因為 菜市場,順便走一圈 忘了買一隻啊 忘了買一隻啊,吃不下去啊 沒辦法啦,我現在食量沒有那麼大 那你買什麼,他怎麼喝啊 那個雷夢吃,對對對 在哪邊吃嗎 就在那個業績肉圓啊 哪裡 那邊開箱 你不是那個嗎 你在那邊吃到晚啊 對對對 就是吃你們的便當啊 再吃一碗他的粥 因為要有桌子才能夠拍啊 嘿嘿嘿,OK 好,那再跟老闆娘小聊了一下 他就是很感謝 我的粉絲在這邊消費用餐啊 謝謝 好,那就是繼續再往下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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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熱騰騰的好看耶 剛蒸好了 羞腾腾羞腾 這種剛出一定超好吃的 吃不下了 沒辦法啦 不要好多很好吃的東西 我已經吃不下了 讓我再年輕一次好嗎 以前我國中的時候多會吃啊 現在食量的五倍耶 簡直是可以當大胃王 好,那現在雨就下成這樣了喔 那各位出門就記得要攜帶雨去雨綿的淋絲 那應該是越晚雨會越大吧 好,那就各位有來就祝你吃的開心 那逛車場逛的開心 拜拜